我們是需要一些人進去是不會做這些事,是去刺激區議會文化,而這些人入面呢,我當然是比較信社民連和貴司傑 蕭公主說了一半,你不要以為區議會的錢會分派所有議員,是錯的,因為區議會有撥款委員會,哪些人多就在哪裏拿了資源,所以那些免費齋菜宴,蛇宴,不管是民主派的人拿到的,一定是他們在審批委員會那裏批了衛星組織,所以除了選舉,還有十分之一是委任的, 再加上委任的,我們在區議會呢,只是一個反對的聲音,區議會純粹是一個諸詢外構,但是大家可以,有少少公用的就是,政府分下來那幾千萬,每個年度有幾千萬,灣仔區是最和味的,因為十八區最少人就是灣仔區,最少區議員灣仔區,同樣分那個等份是三千多萬, 他們可以,民建聯呢,因為多人,加上委任議員,所以玩仔區就吃得肥一點,所以居民呢,免費蛇宴,齋宴,隨手可得 這裏要搶麥牛哥,所以我就建議大家真的要投票選我,因為為什麼呢,如果我贏了之後,他們為了要拿回這個選舉呢,他們的蛇宴會搞得越來越多,他們的齋菜宴會越來越便宜,如果搞海鮮,應該海鮮更加多的, 如果你想拿多一點好處,就一定要投社民連的,因為對方會給更多資源去,這個歷史教訓就是這樣,西藏每次暴動之後呢,藏民暴動之後呢,明年北京呢,就將會, 中貼西藏的錢呢,加三四倍的,是每次都一樣的,對呀,蕭公主,你有講過,講過,提醒對的,如果當,這個貝陽民結聯那個,輸了給你呢, 你來近幾年呢,會繼續追著阿貴打,那會派多些資源,那些資源,不是,不是,在民建聯自己拿出來的,不是,他們會拿出來的了, 還有,我想問一下,施公主,你這個,通識,你認識這麼多,在全香港,最大的太平津市是誰呢, 最大的太平津市,最大的太平津市,你認識,不認識,不認識啊,不認識啊, 那就是,永德大廈,那個,帝陀屏的位置呢,他掛了,他掛了,太平津市, 那是錢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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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錢劍,哪一包的那個,中文呢,那個招牌,那裡呢,都是錢劍的, 那個但是保皇黨的嘛,歐爾署不敢動的,所以呢,大家記住, 全香港,九龍新界最大的太平津市,就是,孫啟昌, 所以,無論你的政治信念是怎樣呢,就算你的政治信念是堅決支持民建聯的, 你都應該投桂絲傑一票 桂絲傑贏了之後 明年派米、蛇宴、旅行團 都會多幾倍的 即是說如果在民建聯 拿到好處 就應該要投給社民聯 才拿到民建聯的好處 但如果不支持民建聯 但支持社民聯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講的 食窮民建聯票投社民聯 也有人在 有人在人網留言說 其實民建聯的對手 有人就說 就算鍾佳敏這次輸了 即是為什麼要投給阿貴 有人說就算鍾佳敏輸了都無所謂 遲些委任都可以委任他 所以如果你又喜歡鍾佳敏又喜歡阿貴 其實投給阿貴是有好處的 因為最後都可能委任鍾佳敏 可能兩個都可以 今天鍾佳敏不在裏 我就做民建聯的候選人 我先反駁剛才的論點 我給你一個例子 黃大仙捉完北川的選區 陶君行贏了五屆 頭那屆你先 頭陶君行有多點好處 再過幾屆就沒什麼好處 告訴你 因為他明知道你贏了的時候 就不會再投放資源在選區裡面 明知道輸了 貴思傑回應一下 那不要緊 我現在是處於劣勢 如果我贏了他一定會打 我覺得跟你不同 你很奇怪為何坐來幫別人說話 我真的拋頭 我見到一個場面這麼悶 我當然要幫鍾佳敏說話 連今天鍾佳敏都不在 有人提議 鍾佳敏就算不可以找公民黨來坐那個位 台地側詢一下貴思傑 好啊我就質詢一下貴思傑 貴思傑你很多街外的傳聞 又說你投靠過這個公民黨 又說你的Friends 全部都在民建聯出出入入的 你借這個機會和大家解釋一下 你的政治立場和身份 我就答過很多次了 但我想很概括一句講完 一身人第一次參選代表一個政黨 社民連 大約貴思傑 昨天《信報》就有一篇文章 即是說 用了一個字就說你是政治投機分子 那就會覺得你是 你又好像幫過葉劉手 好像不是只是講我的 我知道 但蝙蝠只有一句 季庭江 只有一兩句 主要都是益你的 明益你給我 整篇都是講你 那特別提到 就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又幫過葉劉手 做法律官 葉劉出來反咬你一口 葉劉就幫中加敏助選 就說中加敏怎樣 看好中加敏這樣說 葉太的人都很公道 他和大家講了 他和我之間是 意見不合是不能合作 其實意見不合就是這些 我老實講 以一個舊同事的身份幫他手 當時他回來說 23條都是一份工作來的 我不同的了 我讀完書 我現在支持民主的 但是換湯不換藥 官始終是官 沒有辦法 所以 老實講 07年 我幫了幾個月之後 我也沒有打算參選 直到 見到社民連被人說 丐幫 大哥 競選經費又不夠 周圍被人打 連自己泛民的人都打了一份 我覺得忍不住 我一定要落場幫忙一份手 蕭先生 怎麼看呢 就是泛民裡面不是個個出來幫拖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當然這個是兩大原因 我也講 就是說 如果從道義來講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泛民 對抗一個社民連 民建聯的話 你是有道義上的義務 出來支持這個泛民的成員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其實就是支持民建聯 其實等於實際上就是支持民建聯 第二就是 從來泛民哪個黨派提名哪一個人 是不需要其他黨派同意的 譬如民主黨提名一個人 是不是要每一個黨去scrutinize他的政治立場呢 不是的 我們會相信民主黨 否則區議會整個恩選機制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但事實上公民黨是拒絕支持 這個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實在太小器了 記住這個立法會選舉時候的職員 這個我覺得作為政治人物 這個很蠢的 我最近看回Olivia Stone那部Nixon 我告訴大家 尼克遜就是憎甘乃帝家族 憎到想殺死他們這麼低的 但是輸了 差幾十萬票而已 有人勸告他去打官司和甘乃帝 有人告訴他 你不能夠打官司 你要立即去祝賀甘乃帝 如果你打官司 你這輩子都不用再選總統了 美國人是很討厭一個這麼bad的loser 這麼沒有政治風道的loser 結果尼克遜沒有打官司 大家知不知道誰有打官司 戈爾有打官司 戈爾就和小布殊打官司 結果戈爾就回不了身了 永遠都 結果尼克遜可以再做總統 公民黨的人是不懂得這個政治ABC 你寧願背後想插死黃毓民是另一件事 但你應該做到這麼白 不是啊 我覺得公民黨是有很高的政治考量 在這個補選裏面 為什麼呢 如果他想著不想你社民連在香港島區 是有任何的席位 任何的法大的時候 他就用現在這個方法 我黨不支持你 不過這樣吧 既然你不得我這麼緊 我就派幾個年輕人來 幫你做一下選 當是回應一下輿論的需要 第二就是這個政治考慮了 喂 三年後的立法會選舉 誰知道是怎樣的其實 這個就是等於是說亂比較這個洪門宴 就是等於說 遇到所有對手都殺死他先 就是怕好像這個 項羽放走劉邦那樣 結果呢 就是得罪所有人 你知道嗎 那陶君行 你有沒有覺得你們好像都扶了季思潔 因為上次立法會 你們和公民黨的牙齒印 現在過數 過了在這次這個補選裏面 深仇舊恨 我們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上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是採取這樣的立場和策略的話呢 我們這次是要付出這個代價 即使我們2011年呢 都是要付出這個代價呢 是繼續和 就是泛民的主流是一定的區隔在那裡 如果不是那些人 為何會選擇社民地 為何他不選擇公民黨 為何他不選擇這個民主黨才能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不可少 在過程裏面要付出的代價